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269章 长风6 演播 于阳 打乱 回到家中 张枣游字冷笑 游师雄的提议还有韩刚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韩刚的隐瞒 让他难得的动了真火 梳洗更衣的时候服侍他的仆臂们 没有一个敢大声出气的 就连心尽罪得宠的一名小妾 也没有了往日的撒娇痴产 只畏畏缩缩的帮张枣整理好了衣襟 就躲到了一边 难得遇到主人圣怒 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倒不是说张枣平时脾气有多好 而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让他 敢让他生气了 头上没有一个皇帝压着 下面没有口舌生毒的御史盯着 作为疏密使西府支掌的张枣 基本上除了缥缈不可测度的天术外 没有什么需要畏惧的对象了 即使张敦 韩刚也要对他表示出足够的敬重 相反的 他只会是别人畏惧的对象 不过 终究还是会遇上一些违逆他心愿的事 这种时候 张枣就分外感觉到自己在权势上 与张敦 韩刚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一旦这两位宰相或前宰相有了确定的计划 那么他张枣赞同也要执行 反对也要执行 即使张枣觉得所谓的大乱 不过是议政会议上重复了许久的陈词烂调 人口土地粮食之间的矛盾 在议政会议上已经讨论了好几年 不断向外拓张的原动力 除了百年夙愿 更多的还是对国家利益上的好处 化解内部忧患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耕者有其田 所谓人皆有食 天下必安 汉食受田 糖之永业 用意皆在此世上 但田有树而人无尽 当田地数量赶不上人口增长 兼并又让更多自耕农丧失土地 工厂又吸纳不了太多的工人 一台机器能顶几十个人 可国内田土皆有主 又不能像那些读书读坏了脑袋的儒生说的那样 重开景田 韩刚的老师张在说过开景田 王安石也说过 可真正开始做事了 哪个都不会以为真的能让景田在中国重现 家国内没有土地 那就只能向外去抢 只要打起了仗 有了收益 就像是锅炉上有了减压的阀门 失地的农民有所依规 哪里还能闹出乱子来 不过游世雄既然这么说了 又把韩中送去了河东 那么所谓的大乱 不管有多少的理由说不可能 还是一定会发生的 张早的怒火 正是来自于此 韩刚和张敦 又不知在搞什么鬼了 游世雄之前会透露消息 已经是准备把事情给个交代了 可在这之前 韩刚和张敦 定然是筹划了许久 等大势江城再无人能够阻止 才受益游世雄此等亲党对外透露 张早就因此一肚子火 压根没有去问韩刚跟张敦到底打了什么鬼主意 现在火气还是没消 理智倒是回来了一些 在书房中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 张早换来了身边得力的督馆 那我的帖子 去升洁房请冯字掌柜过付一续 张早暂时是不想再看游世雄的那张脸了 之前一句不问 游世雄眼神中的惊诧 倒是让人有几分解气 可要是现在再回头去找游世雄 那可就是丢脸了 反正是要找人询问 冯从义 那是更好的选择 都管得了吩咐 没有立刻奔走 多问了一句 是 韩相公家的寺掌柜 嗯 是他 张早忽然醒觉 看了那督馆一眼改正道 就说 我请韩四先生 冯从义在江湖中人称冯四先生 冯大财神 不过场面上他还是韩刚四弟 代替韩刚在家乡奉养父母 十几二十年来 避免了韩刚恃亲不孝的职责 京城之外 冯大掌柜的名号镇天祥 京城之内 冯从义的名号同样镇天祥 只有官场上 一应官员都在小心翼翼的避开着 极需要忌讳的地方 张早得了督馆的提醒反应过来 却也不会去故意惹人不痛快 老督馆带着张早的名帖赶去请冯从义 没有留意张早在他背影后面暗暗自语 这当口进京 就知道没好事 来自当朝书史的名次 底色浑厚 仿佛七七年九后的色泽 全不死世间常见的大红洒金帖的俗迹 冯从义拿在手中 却也没有多看 随意地递回给下人 这帖子还回去 受不起 就说我蒙疏密不弃 智书相邀 不胜欣喜 今晚便去拜后 没说什么事 韩忠在旁好奇地问 大红请客可是好相遇的 冯从义冷笑 这当口进京 早就知道不会有好事 哪里能说没好事 韩忠笑道 昨儿不是才签了三十万贯的约吗 七百二十台机器 只其中两百台船用蒸汽机 按去年的价就能卖三十五万贯 今年把剩下的零碎加上去 就只能卖三十万 这是好事 韩忠哑然 怎么被压得这么狠 悬又恍然 又有哪家不开眼 想要开机械厂了 关西能生产各色蒸汽机 和火车机车的大型机械制造厂 有三家 每一家都有平安号和顺丰行的入股 加上几十家小型机械厂所组成的机械联合会 占据了天下机械产品销售八成以上的份额 剩下的份额又有很大一部分 是江作坚辖下的官营机械厂拿走了 官营机械厂主要为铁路军中的官府提供机械产品 民用产品的市场全是官西的天下 其实当年为官营制造占据的农具 现在也基本上都是官西造 所以这钱赚的就很开心 毒神吃得如此之美 机械联合会当然就不希望有人来分一杯羹 一旦有哪家不开眼就立刻开打价格战 之前福建商会曾经想要开设属于自己的大型机械厂 开发并生产最新式的蒸汽机 工厂建到一半 机械联合会把售价降了三分之一 福建商会一看这价格比厂子建好后的预计成本价都低 投资人一个个都没了信心 韩刚与张敦商议好了之后 又将张家的资本拉进了机械联合会 在海州河谷开办的新厂 这一下子福建商会再也没有人提起自建工厂 价格也随即涨回去了 这就是垄断者的手段 面对奋起直追的竞争对手 直接用倾销来巩固市场份额 让他们无利可图甚至血本无归 以此来震慑后来者 有福建商会在前 事情过去也不久 韩中很难想象 还有人不开眼的想捋老虎须 是横曲书院的一个学生 有了点发明 跟会里没谈拢就带了技术出去 找了人投资 关系的发明创造 现在基本上都先在自然学会里注册专利 然后有的是委托给自然学会授权 并收取权利金 有的则是自己拿着专利去跟别人谈 谈不拢的情况不少 但离开关系找外人的却不多 韩中一听就知道是谁了 是李宝 他找外人了 冯从义点点头 如果给他起了头 日后还不知有多少人会跑 所以这一回就得做得狠一点 让他们不敢再逾越雷池一步 他找的谁啊 何不更狠一点 等工厂办起来再下手 让他背一辈子债好了 冯从义瞥了冯中一眼 有你岳家 想想还是放放手了 韩中甘笑 他娶的是复辟的孙女 复家岳界反击一下没说的 但下死手就不合适了 哦 多谢四叔 你这一谢可是值五万贯呢 哎 跟安抚好的这桩买卖 经里面不敢做主 所以还是为叔来走一遭 冯从义叹息 这世道钱越来越不好赚了 韩中鬼笑 陶珠公亲举一指 只为区区一掌之术 侄儿是相信的好呢 还是不信的好呢 你个小鬼头 倒是越发精怪了 的确是有别的事要处理一下 冯从义瞟了一眼 一脸期待的韩中 不过你别多问 还不是对你说的时候 真想知道 写信问你爹去 韩中只能一撇嘴 他四叔这么说了 肯定是没办法追问了 心底有点不愤 他都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还是被当小孩子看 还是想想你岳家办新厂的事吧 冯从义岔开话题起身推开窗户 夜中的寒气涌进房中 带着点刺鼻的气味 板工厂如得金山银水 眼馋的遍地都是 敢动手的 你岳家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到时候再降价便是了 韩中置气的说道 到时候降价 说的好轻松 冯从义回头 你想过会少赚多少钱 机械联合会会是我们一家的吗 要用你爹的声威逼着他们亏钱吗 韩中低头认错 四叔说的是 是指而错了 冯从义从上到下 看着韩刚的后脑勺 最后摇了摇头 你爹做宰相 却不用官面上的手段 为什么 不用全是压人 这样人人都服气 也习惯了 即使上次降价之后 我这一回又打了个大折扣 眼看着利润 又要少上百万 也没有人说 要你爹在朝廷里面 使使力下个黑手什么的 冯从义叹道 这就是我佩服你爹的地方 君子有弃之而不用 一旦当真自降身份 就是自现泥潭 以后就干净不了了 韩中安静的听从冯从义的教训 冯从义道 别嫌四叔话多啊 我们和你爹都老了 这天下日后还得看你们 想想你爹说过的话 一切生发消亡 归根到底 还是适者生存 习惯的旧环境 用惯了老手段 情况变一下 那就完了 所以你们年轻人 更不应该固守旧科旧 过阵子你却把李宝请回来 相信他到时候也接受教训了 多一个天才就多一份安稳 为什么现在我把价格降到这么低啊 还是能赚呢 就是因为不断的使用新技术 快速更新换代 明白吗 侄儿明白了 冯从义叹道 日后这家业当时有子军你来主掌 你必须得明白的 我们这关系从地理上说远比不上福建 四阳连五州有船只 无处不可去 从北海到南阳 全是福建人的势力范围 田地资源全都不缺 还能往更远出去 昆仑鹏来天竹太西 都是好地方 而关西向东是中原腹地 向北是草原 向南高山 向西呢 荒漠 天土扩张得远行万里 越西域北平才能抵达河中 能支撑起关西的只有工业 记住了 只有工业 冯从义历声强调 韩中认真的点头 四叔的教训 之而一定铭记在心 从韩中的眼神中看到了诚恳 冯从义稍觉满意的点点头 为什么你父亲愿意退下来 不只是因为场面上的话 而是关系于诸工厂内的技术 已经赶上京师 新晋的将师也不逊于江左监军器监里的老人 冯从义感慨道 京师的官营工坊如今击中难返 年轻的将师想要出头都会被老人打压下去 你爹想要大刀阔斧一番 可惜京中各方牵扯 难以使力啊 韩中轻笑 一沾官子便是如此了 冯从义摇头 这与官营私营无关 跟规模有关 跟精力有关 船小号调头 彩莲小舟 手一拨就能掉头 但五万弹的天空号呢 新船好操纵 而旧船呢 等过几十年 子军你们接手的时候 把关系这个群体的局面维持下去 并不比你爹创业要容易啊 见韩中陷入沉默 冯从义一笑 拍了拍侄儿的肩膀 好好努力吧 你爹对你的期望 可就在这里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第269章长风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长风7